而国民党的侯康佩在周末则是分头抢票 侯友宜直奔了南台湾到高雄来参拜 陪同立委扫机扫街 赵绍康则到了台中扫街 但是呢看得出来他对前一天 证件会上 口误 把赖清德讲成了自己老大依旧是非常在意 他给自己的评分是刚好过关 那么根据了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 赖绍佩拿下了37.5%的支持度 侯康佩大约落后5个百分点 不过呢 柯英佩则是下滑到了16.3% 活动现场以这首快乐的出航 迎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再次造访高雄 侯友宜大早连续参拜四间公庙 强调政党轮替势在必行 和副手分头抢票赵绍康一大早在台中 陪同立委扫机扫街拜票 就算天气冷嗖嗖 但民众很热情 国会手上每个摊商握手之意 积极和民众面对面 不过赵绍康前一晚结束副总统证件会 口误把对手赖清德讲成是自己的老大 虽然会后已经解释 但隔天提到这一点还是满满懊悔 恐怕也是担心口误商级选情 进入最后激战时刻 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 赵绍佩依旧稳坐第一 拿下37.5%支持度 侯康佩颈椎在后也有32.6% 差赵绍佩将近5个百分点 至于柯营配则下滑到百分之16.3% 选举嘛 大家各凭本事嘛 每个人每个人的长处啦 所以我基本上我都尊重我的竞争者 收起炮火 赵绍康请走地方及其直追 记者发 刘成为客人号台中高雄苍报导 我现在看见到最新的了解